對 因為其實我第一天拍就要摸它了 而且我本來想的是更over一點 就是那種會真的是 哇 誇張摸 不過 我第一天誇張摸的時候就被導演 來 我們現在看一下你們右手邊的攝影群 來來來 三位一起 好 右邊的褲OK了嗎 來 左邊 好 沒問題 來 我們現在會看一下左邊的攝影群 來來來 這一齊 好險我不是要摸一個我完全不認識的人 就 那尷尬的感覺就沒有那麼強烈 對 因為其實我第一天拍就要摸它了 而且我本來想的是更over一點 就是那種會真的是 哇 誇張摸 不過 我第一天誇張摸的時候就被導演制止了 因為 其實劇本就這樣寫 他就寫說我要去把手放在他的胸部上面 然後要就是 檢視他的身體 對 不過我就是 本來可能導演 導演以為我就是這樣子就好了 可是我是想抓 我就抓 然後導演說等一下等一下 我覺得有點太誇張了 我說導演不就是要這樣嗎 我覺得看起來有點怪 因為他有給我手不特寫 他就看著我在那邊 但是小妹有嚇到嗎 他也有嚇到啊 他第一秒就 可是我覺得 那就 既然要做就做 就做大一點啊 為什麼要 好像就放著 那有什麼意思 對 但當然後來就是導演就說 不要那麼誇張 所以我就小 不然後來變成小摸 對不對 就變小了 我去抓他胸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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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反正就是這樣這樣子 然後導演覺得看起來很奇怪 導演叫我收了一點 導演因為這樣子 他上去騷擾小妹開始天生了 對 他促改如何 我覺得好像有越來越厲害 就一次比一次厲害 對對對 我就想說會不會是因為我太常要摸他 所以他必須去健身 不然有點好像有點糗 肌肉一天比一天結實 因為為了要被摸 而準備 因為他後面其實有拖戲 然後 大家拖下來那也可有驚豔 哇 厲害厲害 對 我跟他去宣傳的時候 他有說 他說這不是小仙容 他不能輸 所以他還是有一個那種 我們就在旁邊就是拖小他 因為他 因為 從頭到尾要做出很多pose的就是他 對 對 然後他有很多 一些pose 如果不加特效的話 就 乾看的話 你就會覺得 哇 最尷尬 真是 看到一個人在那邊一直擺出一些 有的沒的這樣 然後對面就是 風平浪靜 什麼都沒有 對 所以我催眠 對 就是他要很相信這件事情 所以你們在鏡頭外都笑完 就是一直在旁邊很想 很想笑他 但是又要忍住 然後重點是 他每次做完這些的時候 他轉過來就說 幹嘛 就覺得我們已經準備要笑他了 這樣